欢迎大家来到小A老师的西班牙语A1课堂 第五课一结束我就要跟大家Adios了 不能再继续陪伴大家不能再卖萌发辞了 但是呢我又是快乐的 在这短短的课程里陪伴大家这样一路走来 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古时候的武林高手 正在给大家传输真气和力量 我啥呢 因为知识就是李一良 知识就是李一良 哦哦是团结就是李一良 哎呀再来用一用嘛 今天送给大家的每课一句 就是很简短的知识就是力量 让我们赶紧学好知识充满力量吧 好了那先看看大家是不是充满了能量哦 来问一问大家我们上节课的重点的内容 就是有关于频率的表达 大家是否还记得呢 我们在上节课当中说到了 表示频率的时候呢 最常见的有三种形式 分别是由前置词A加上定冠词 加上时间单位 由Por直接加上时间单位 或者是Gala直接加上时间单位 都可以用来表示每一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单词叫做Be 中文意思叫做次和回合 对不对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信名词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在使用的时候不要用错了 Una Be 别忘了 好然后呢我们说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啊 有一个人他特别特殊 他应该这么说吧 他比较能干 这个人叫做Gala 当我们中文当中表示每一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所提及的这三种用法都可以用 每一怎么怎么都可以用 但是呢当我们要表示每两个礼拜 每三周等这种不规则的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使用Gala这个词了 比如说我们说每三个礼拜 那就叫做Cada Tres Semanas Cada Tres Semanas 就是为每三个礼拜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来完整一点 每三个礼拜一次 那就叫Una Vez Cada Tres Semanas Una Vez Cada Tres Semanas 大家都能明白吗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 还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朗读一下 来我们想要是说个中文 你们来说个西语哦 比如说我先说个简单一点的 叫做每三天一次 每三天一次 那就是Una Vez Cada Tres Dias Una Vez Cada Tres Dias 然后呢我们换一换 叫做每两天三次 嘿嘿数学要好哦 每两天三次 脑子要转得快 每两天三次 那就是Dres Vez 然后呢 每两天三次 Cada Dos Dias 非常好 Dres Vez Cada Dos Dias 大家能理解了吗 好了那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记住Cada本是比较大就可以了 其他的人呢 Board直接加时间单位 或者A就要加上定罐词加时间单位 千万不要忘记了 阳性定罐词遇到A 千万记得说和Al Al 不要忘了哦 好了废话不多说 这是我们上节课最主要的一个频率的表达 但除了频率之外呢 我们也讲过了有关于常见的一些家务劳动 那么还是赶紧也来回顾一遍吧 比如说 Limbiar Los Tristales 这是我们上次练习当中Cada做的事情哦 Limbiar Los Tristales 这是为擦玻璃 对不对 擦玻璃 Hacer La Gombra 是干嘛 做采购 也就是购物的意思 Lavar Los Prados 洗盘子 非常好 Hacer La Gama 整理窗铺 Parrer El Suelo 扫地 Poner La Lavadora 怎么样 开洗衣机 也就是我们说的洗衣服 对不对 好 那右边 Ana又做了些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比如 Limbiar El Borbo 就是为 清理灰尘 打扫灰尘 Lanchar La Ropa 躺衣服 运衣服 Tender La Ropa 就是为 晒衣服 把衣服 摊开 Fregar El Suelo 扫地 Fregar Los Pratos 清洗盘子 Hacer La Gomida 那准备食物 那这些东西 大家都要熟悉哦 应该要没有问题才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温故而知心了 在上节课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句 大家跟我来念一下 叫做 Guantas Beces Limbiar El Borbo Guantas Beces Limbiar El Borbo 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解释为 你 怎么样 你会清理多少次回尘 那小A老师呢 就觉得 嗯 这个问题 他问的不好 他说问我多久 清理多少次回尘啊 这个怎么讲呢 我一个月清理的 还是一个礼拜清理的 还是每天清理的 这个你得给我一个量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问的完整一点 比如说我问 Guantas Beces Limbiar El Borbo A La Semana 那这样就完整了 对不对 叫做 你每周清理多少次回尘 这样是不是就完整一点呢 好 那我们看到回答了 用到了我们第三课当中 也很重要的动词 叫做 Suelo 见到了吗 读一下 Suelo Limbiar El Borbo Dos Beces A La Semana Suelo Limbiar El Borbo Dos Beces A La Semana 中文意思就结束为 我每周清理两次回尘 非常好 那希望大家能够 把这几个融会贯通一下 特别重要的是 这个特殊一问词 Cuántos Cuantas 用来问数量多少 那我们现在修饰的这个词呢 是Bes Anda说过 是一个阴性名词 所以呢 叫 Cuantas Beces 没有问题吧 Cuantas Beces 回答的时候 大家用Suelo也可以 或者你直接说 Limbiar 不加Suelo Limbiar El Borbo 那也是完全正确的 大家都能明白了吧 那赶紧来回答一下 看看大家自己的情况吧 是Be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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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出现动词原型的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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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明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叫做 感谢观看 是命令式啊 大家听一下 是不是没有气势 是不是很有命令式的感觉 对对 那我们要记住 在我们肯定命令式的时候 这一些代词 通通的全部的 必须放在后面和单词连续起来写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 再跟我读两遍吧 找一找感觉 叫bolo 我们第一组对话当中呢 那个爸爸说bola messa 他没有用代词 如果用代词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叫bola bola 大家明白了吗 好了 那发号式令 我们已经说完了 发号式令 我们就会用命令式 那如果我喜欢把话讲的委婉一点 我想请求帮助的话 我们应该会用到什么呢 啊 我们就会用到一个很简单的动词 叫做border border 能够做某事 那个能够嘛 就可以用来发号式令 你能够怎么怎么样嘛 就可以用来请求帮助啊 我们来说一下 border 那我们一般呢 会说你能不能够 那就是bueres 你这个人称的变位 bueres 怎么怎么样嘛 那如果我们要用再客气一点的人称呢 我们就可以用您这个人称 那就叫bueres bueres 怎么怎么样 快强调一遍 后面一定要记得加动词原型哦 你都记住了吗 那我们一起来做个小认词吧 咱们 Hola, ¿está Antonio? Sí, soy yo. Hola Antonio, soy Isabel. Tengo el coche en el taller y no puedo ir a la fiesta de Carmen. ¿Puedes recogerme en mi casa? Claro, ¿a qué hora? A las 7. ¿Laura? ¿Qué? Hasta la noche no llego a casa, así que ponte los zapatos y baja la basura. ¡Oh! ¡No me apetece! ¡Vamos, baja la basura! Tengo mucha prisa y no puedo hacer la comida. ¿Puedes hacer algo para comer? Sí, no te preocupes, yo lo hago. Hola Lola, te llamo porque mañana me voy de vacaciones. ¿Sabes que tengo un perro, no? Sí, Tarzán. Es una monada. Me encantan los perros. Pues voy a estar fuera una semana y no sé dónde dejarlo. ¿Puedes quedarte tú con él? Me encantaría, pero esta semana yo también me voy de vacaciones. No te preocupes, se lo voy a decir a Juan. Hola, ¿está Antonio? Sí, soy yo. Hola Antonio, soy Isabel. Tengo el coche en el taller y no puedo ir a la fiesta de Carmen. ¿Puedes recogerme en mi casa? Claro, ¿a qué hora? A las siete. ¿Laura? ¿Qué? Hasta la noche no llego a casa, así que ponte los zapatos y baja la basura. ¡Oh! No me apetece. Vamos, baja la basura. Tengo mucha prisa y no puedo hacer la comida. ¿Puedes hacer algo para comer? Sí, no te preocupes. Yo lo hago. Hola, Lola. Te llamo porque mañana me voy de vacaciones. Sabes que tengo un perro, ¿no? Sí, Tarzán. Es una monada. Me encantan los perros. Pues voy a estar fuera una semana y no sé dónde dejarlo. ¿Puedes quedarte tú con él? Me encantaría, pero esta semana yo también me voy de vacaciones. No te preocupes, se lo voy a decir a Juan. ¿Viendo la ropa? ¿Viendo la ropa? Sí, diéntela. Diéntela, diéntela. ¿Lavo la ropa? ¿Lavo la ropa? Sí, lávala. Sí, lávara. ¿Lindio el porro? ¿Lindio el porro? Sí, língalo. Sí, língalo. ¿Hago la comida? Hago la comida. Sí, hazla. Hazla. ¿Hago la compra? Hago la compra. Sí, hazla. Sí, hazla. ¿Lado la ropa? ¿Lado la ropa? ¿Lado la ropa? Sí, diéndela. ¿Lado la ropa? ¿Lado la ropa? Sí, lávala. Sí, lávara. ¿Lindio el porro? ¿Lindio el porro? Sí, língalo. Sí, língalo. ¿Hago la comida? ¿Hago la comida? Sí, hazla. Hazla. ¿Hago la compra? ¿Hago la compra? Sí, hazla. Sí, hazla. Hazla. 我记得数数吗 我已经会数到100以内了 今天我们要更大一点 数数只会数100以内 那应该是小学生的水平吧 我们现在都应该是高中生 初中生 大学生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小艾老师要带大家数100以后的数字 各位小朋友们 给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超过100的数字吧 准备好了 跟我一起念一下 变 变 这是振振好好100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超过100以后 变 还是变吗 会怎么念呢 准备好了叫 1001 1001 1002 1002 大家发觉了吗 原来超过100之后 哪怕只是101 只是超过了1 变也不再是变了 而叫 大家注意到了吗 那我们强调一下 如果振振好好是100 那没有问题 直接叫 100就好了 但只要超过100 哪怕你只超过1 它也不能再叫 而要改成 变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当我们100 要加101的时候 虽然是百位和个位 但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连接词 直接就说100 再说1 就可以了 比如说101 那就叫 是不是很方便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超过100 200 300 300 400 500 怎么说呢 首先呢 我给大家教大家一个非常方便的用法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说超过100 就不叫100 叫100了嘛 对不对 那很好 那我们超过100之后 什么234500呢 这些人 我们通通就只需要用到一个词 叫100 因为超过100 那么肯定是复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100 然后呢 再加上个位数 就是23456789 那这样就变成了各个百了 我们来试试看哦 比如说两个百 两个百 我们来说一说 叫做200 200 是不是很方便 超过百了嘛 就200 那三个百呢 叫300 四个百呢 叫400 方便吧 那五个百叫500 哎 不对了 你知道的呀 这西班牙语总共不会那么容易就放过我们的 那总共要弄出一两个不规则的 对不对 那这里的500就是特殊的 700也是特殊的 和900也是特殊的 那我们来记住哦 579都是特殊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跟我一起来念一念 500叫做500 500 700 70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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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而除此之外 我们500 700 900 除去这三个百之外呢 此与所有的人都是完全规则的 比如800 那就直接叫 800 比如600 那就叫 600 都是完全正常的了 大家明白了吗 好了 那我们赶紧再来完整的 从100到900 我们都来朗读一遍吧 叫做正好100 100 2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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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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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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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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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700 700 70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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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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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好 好 那都数到900了 后面不往下数多难过啊 嗯 那我们就往下数一数吧 那就是1000 答听好了 叫做 100 100 好 那这样呢我们就从100都数到1000了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 那接下来我们刚数的都是整数对不对 正正好好 100 200 300 400 500 700 700对吧 好那我们最后呢就要来强调一下就是当我们在使用哎我不是正好的比如说我有什么369啊792啊等等这种数字的话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表达呢大家记住还是小A老师那一句话我们在西班牙语当中啊这个数字的连接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的哦大家直接说就好了比如刚刚我们说的这个792我们就先直接说700那就是 700然后直接加92就好了那叫9292 92连起来就是700 92 是不是很轻松呢那我们刚刚是有百位有十位也有个位的那我们再来举一个只有百位和个位十位如果是空当的人怎么办呢比如说来个803那我们就同样的先说800再说3也不需要任何连接800叫800 803连起来803那就是803是不是非常轻松呢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刚刚数完了一千啊正好数到一千很多同学觉得不过瘾那我们接着往后数吧 你然后呢两千叫2000三千叫3000 诶 新的同学就发现了安打安打线吗人家100叫100200叫100那你怎么1000还是1000 对了这就是重点大家记住了1000这个单位在西班牙语当中是没有负数形式变化的也就是说一个千叫1000两个千叫2000三个千还是3000 1000永远永远都是1000千万没有1000大家记住了吗都用1000来变化那同样的我们刚刚前面说的是三位数现在晋升到了四位数还是这个道理什么都不变千位百位十位一次往下说就好了那我们来试试看吧我们来说个1327好复杂的数字啊慢慢说那先说1000叫做1000300 2727 27 , собственно,这句话叫1327 很容易吧 1327 走吧很容易呢 所以大家来说ón下没有问题的吧à那先完畢en一下下面 真的很倒ес 數字的名稱和讓途吧 Lección 4 Ámbito 1 Ejercicio 7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200 201 222 299 300 400 45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0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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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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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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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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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我听说有同学抱怨说小艾老师特别偏心 每次在文化赏息的环节 老是介绍很多跟阿根廷有关的东西 这个真不是我偏心 也听我说完原因 你们再来评评理 原因一 小艾老师曾经在那里生活学习过多年 所谓是如鼠家珍 热爱有加 那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应该跟好朋友们分享 我如此热爱你们 怎么好意思让我一个人独享呢 嗯哈哈怎么样 是不是光这一条原因你们就可以理解我了 我接着说哈 还有原因二 这原因二呢 就是因为阿根廷实在是地广物国 它的面积是全世界排名第八的哦 所以为人所念到的东西实在不少 何况我们一刻一文化 其他国家的文化自然也不会少了的 大家不用着急 所以呢 综上所述 我们今天就应该继续去游览阿根廷 哈哈哈哈 今天要去的地方 可谓是相当的唯美和浪漫哦 上节课我就有提过 叫做世界的尽头 火地岛 火地岛呢是南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岛屿 它东陵大西洋西与太平洋相间 是智利和阿根廷两国的最南端的领土 一路走到世界的尽头 森林大冰川的冷酷仙境 着实可以体会到它的名不虚传 更有价值的呢 它是世界上除南极大陆以外的最南端的陆地 世界最南端的地方 也就是它 登上这个岛 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冠以世界最南端 我在世界最南端走了路 我在世界最南端喝了水 我在世界最南端上了厕所 嘿嘿 据说呢 麦哲伦啊 当初攻占此岛的时候呢 满岛的土著印第安人都点着火把 整个岛上呢 就火光冲天 所以呢 就以此为名 叫做火地岛 火地岛的首府呢 叫做乌苏淮亚 岛上的大海湾 就是乌苏淮亚海湾 在当地土著部落的语言当中呢 乌苏淮亚的含义呢 就是向西深入的海湾 以及美丽的海湾 在印第安语当中呢 则是观赏落日的海湾 是不是无论哪个意思 都特别有意境 特别唯美呢 小艾老师以前啊 一直以为冰川应该是白色的 真的到了那里 亲眼见到才明白 原来冰川是淡天蓝色的 美到直至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 头顶一轮烈日 满眼淡天蓝色的冰川 当地的向导就地 夹开一块干净的冰 倒上一杯威士忌 这一口应该是如何的感受 用世界尽头的那一块薄冰 配上这样的威士忌 我退倒了 下节课来叫醒我吧 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啦 让我们下着课再见吧 roup口 请不吻 请不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